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吃房仨老酱香酒 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网传有一个清华的学生 在评价清华现代的教授 得出了结论 这个群体的主要部分 是精致的功利主义者 在丁东小群 对文革期间的写作主 有一个评议 读完这个评议就解决 如今某些高等院校的主流群体 甚至不如当年参与写作主 成员的学士和境界 网传 有一篇清华学生评价清华教授 得出了结论难以置信 究竟是不是真的是 清华的学生写 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核实 但是反映的 是不是今天中国大陆高等院校的 客观现实 也值得我们深思 这个清华的所谓的清华学生 对清华大学教授的评价 有这么几点 第一 水平很低 满口核心价值观 靠喊核心价值观 混之称和捞位子 很多教育学和马哲博士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 集中在行政机构和经管 公管等社会科学领域 国家对清华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 投入都被这些人当蛋糕分了 掌握选调等资源和圈子 他不敢再说下去了 这是第一第二 混五道口金融圈 掌握学校的企业等资源 一学一商 借助教授身份进行各种商业的并接 当监客欺欠成勤 办公室绯闻不断 习户来回换 出去还有各种各样花着玩 金融圈比娱乐圈疯狂多了 而且他们一般都会在网上 卖忽悠人的课 我很辛辣 第三 非清华的清华美院 也就是原来中央公益美术学院 99年并入清华大学 和其他艺术宴校是一个样 老师和学生玩后宫 基本上都有个人工作室 用来敛财 审美上很偏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 但是艺术基础的理论不足 对西方造猫画虎 对国内就是忽悠 作品 前品感觉和西方商业互吹 正儿八经的西方艺术史都没有系统的学过 中央公益美术学院的美术不太行 公益还是比较精准 他们会在网上小圈整地分享 各种小黄图 第四 精致的利己海归 平时不来学校 往往住的顺利望京朝阳等离学校比较远的富人区 有套壳的公司 学校变成他们链接全球的利益互换平台 智商极高 信仰群无 骨子你和第一段你说的人一样 都喜欢喊口号 长官们喜欢听的口号 第五 这有意思 纯功科的教授 不按事事 一心为学术想成就自己 很穷 经常吃食堂 思想又黄又专 理想主义者 老一辈的院士居多 也不是不想挣钱 就是拉不下身段 比较实事求是 甚至较真 也没有瞎忽悠的勇气和伤人的奸华 人类科学和工程之光 是徒子徒孙有能力和孝心 或有巨额存款 但生活依然简单 他们从来不上网 刷社交软件等科研以外的东西 这个写实 第六 没有立场的行政干部 文笔极好 老婆一般官乐代 孩子响应国家号召 该一个时就一个 该两个时就两个 天生的后备官员 说话办事滴水不漏 还能表现出个人的能力 副厅就下派了各地大员了 为何说这些人没有立场呢 都是上面说啥 他说啥 完全不想单质论 大部分呢 都是赵真琪 身为党员 却从来不唱国际歌那种 他们会在网上转发 官方公号各种正能量的文章 这里面呢 也有胡宗宪级别的 但至今没有看到海瑞那样的人 没有海瑞 第七退休的国家级领导 兼职教授 人力极强 立场很正 全局观很强 人文社科之光 但最近一纸文件 停掉了全部兼职 他们会在网上潜水 但从来不发言 第八 他说北大比清华乱多了 至少清华没有那么多 打着旗号的江湖骗子 但网友又表示 除了第七种 其他描述 极其精致 精致的立即主义者 我们没办法判断 这位清华学生 或所谓清华学生 说的是不是客观现实 北大或者其他高校 是不是真的比清华还乱 不免想起微信公众号 叮咚小群 最近发表一篇文章 文章叫做写作主的评议 也就是回顾和评价的文革期间的 北京上海的写作小组的现象 他得出了一些观察结论 第一 写作主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令上 是个什么问题 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他说写作主的悲剧 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大悲剧的一部分 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跟对人 怎么样才能跟对人 而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上市自身的独立性 知识分子如果仍然把自己定位为毛 不管附在哪张皮上悲剧或吃或早 没办法避免 他认为写作主是一页历史 梁肖啊 罗斯丁啊 都是这一类 但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志 放弃独立人格 甘心充当御用工具 却不是一页被翻过去的历史 也翻不过去 第二 回顾到1949年以后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 逐步被纳入了不同的单位 自由职业者的阶层消失了 文人全部住在全能的国家掌控之中 没有单位 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 叫天网非灰输而不漏 经过了思想改造 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 中国知识界从整体上失去了独立思想的能力 只能以追随权力为唯一选择 现代意义上的 以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为基本特征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社会的前台 基本上已经看不到 保持着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 是啥又少 万里挑一 他们身上体现的某种先知的光芒 是在后来才被发现 而在那个时代 他们无一不处于精神上孤立无缘的境地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在那个时代最受权力赏识的文科知识分子 莫过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突击手 比如说建国之初两个小人物 批判一平伯 那就是一名精人 就叫蓝宁 姚文元的反右一马当心 张春桥的大跃进 从率先批判资产阶的法权 那么都成了当代文人成功的样板 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一步走到 中常委这个位置 六十年代 九评 反习文件 是所有人都要读的经典 九评的思维 文风影响了一个时代 无产阶专政下 继续跟我们理论也为文革十年浩劫 理论铺垫 参与的都是党内的大秀才 多多少少参与一些资料工作 也是当年所有文科高级知识分子 最大的光荣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集中了 罗斯丁这些人 都是上海笔杆子的精华了精华 那时大家都是养子 令人羡慕 第四他讲到中国的知识分子 做驯服工具的时候 做驯服工具是绝大多数 知识分子自立性的准则 文革的时候 多数的知识分子巴不得 会被用起来 所以呢 我们看到很多写作组 都是很多学者个体组成 来个人的学术意志 写作过程作用甚微 让文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 利用他们的学术能力 表达政权的政治意志 这种做法在文革得到推广 除了梁校 除了罗斯丁 豆皮改 各省各地各级的政权 军队企业都有写作班子 批判主 创作主 通讯主 文科知识分子的吸收 各种各样的写作班子 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他们和罗斯丁 梁校区别是通天和不通天 并没有方向上的不同 第五 知识分子参加写作组 是时代的悲剧 他们是奉命写文章 个别人有一点追求个性 追求与众不同的 总体都跳不出 那个意识形态的框架 当时的总体 正在一论一律 但对大前提 符合己意 风格上显示 个性才华的制作 又很兴趣 某人的文章 被最高领导人看中 说了几句话 马上身家百倍 在当时 不得了 毛泽东晚年谈问题 喜欢从古典文献一些片段 引申出一个意识 高深莫测 当时的领导人 高级干部 没办法理解 理解很吃力 那么这些东西 老学者就 去考一题 所以参加这些老学者 学科带领人 承担的不多 但是呢 大家都愿意 听话 紧跟 当然也要有那个本事 假如这位清华的学生 对清华校园生态描写是真的话 我只有一个感觉 就是今天 校园里的知识分子 主流群体 甚至还远远不及 当年参与写作组 那些人的水平 能力 和思想境界 或者还可以说 很多方面 也能难有时代痕迹 明显的一脉相承 让人家看不起 是很有道理 老羊可以说 老羊到处说 感觉到